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出现大量这个陶永跟唐三才的原因呢 主要就是咱们中国人是认为后葬官的 陶永最开始出现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代替活人去陪葬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环髓燕瘦 所以我们知道汉代肯定是以瘦为美 看到他们这个衣服上有比较宽大这个瘦腰的腰风 出唐到中唐是略微丰满 实际上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微胖 唐代因为女孩子比较丰满 所以腰自然不是最细的地方了 所以古人也很聪明 他们穿衣服也知道阳长臂短 这个腰线上移会有拉高深型的效果 所以腰线直接会拉到胸口这个位置 这个唐三才在唐代呢是用于陪葬的名气 这个上面您看到还有比较多的是这个蓝颜色 这个蓝色是它的昂贵的程度 唐三才因为它的属性是属于陶气这个范畴当中的 所以它非常容易怕碎 这个是我们目前保留下来的唯一的一件 四肢比完全滩空的一个唐三才妈 我们当时发现它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倒下来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经过很大程度上的一个修复 唐之后呢还是恢复以陶影作为配上片 但是您会发现变小了 大量的陶俑来陪葬是比较消耗这个社会财富的 所以明代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可以出土陶俑的时代 这是一组明代时期的陶俑 第一排的这个人物我们叫彩绘詹帽俑 它这些人物的作用就走在队伍的最前排 驱赶道路两边围观的人群 最后一排呢这个人的形象呢 看一下这个人的嘴巴 您会发现它是一个巨笼的状态 所以它是在马上吹奏乐器的 咱们这个一号坑是1974年偶然间发现的 是当地居民在这里打井的时候发现的 它是三个坑里面积最大的一个有1万多平方米 就差不多是两个足球场的面积一样大 一号坑它是有6000多件陶俑和陶马 但咱们现在只能看到很少的一部分 因为它没有完全发掘出来 这些摆放整齐的都是经过专家的修复的 它刚出土的时候就是碎的 几乎没有一件完整的 就前面都是经过咱们专家 有一个很比较辛苦的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的 二号坑出土的典型的文物 咱们的第一个就是一个跪射用 铠甲的穿着方式也是特别科学的 上半身的甲片上片压着下片 下半身是下片压着上片 这是符合人体它运动时的一个规律 中级的一个军力勇 因为它是一个有官职的人 所以它的头上有一个冒官 就是不像一般的勇 它只是有一个发肌 这个是咱们的将军勇 它这个身高也是将近两米高 所以看上去就比较高大威猛一些 它这个头上的官叫做双卷尾河官 河是一种鸟比较勇斗的 所以将军就想表明自己很英勇 就把这种鸟的羽毛插在自己发肌上 咱们第四件是一个骑兵鞍马俑 就是它是一个骑士 首要拿着这个马的绳子 它这个骑士的装束和其他俑也是有区别的 因为它要上下马去作战 所以它这个铠甲下摆很短 河套地区的河取马 这个马是就是比较矮小 但是擅长负重 擅长前行的 这次来到西安 其实真的看了很多关于历史文物 我们去了西安的博物馆 可能以前读书的时候 读了很多关于陶器 瓷器的制作 其实在古代来说 陶器和瓷器的制作是一种科学技术 都看到无论在调食 甚至是它的胎体方面都看到古代的科学技术很高 冰马俑很壮观很运位 另外体验到冰马俑本身 以前秦国当时的强大 有些文显也说过 崇始皇的冰马俑的构造和情况是如何 我这次亲身看到 真的令到我开眼界的感觉 冰马俑其实都来过几次了 但我更加期待的就是 中间有一个真正的主母穴 挖通了之后 里面真的有很多史书的传说 例如有水银製的河 又或者是宝石製的天空 它真的发掘了之后 我猜我会再来一次再看